在人类的交通史上 汽车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而在1885年的时候 德国人制造了第一台 用汽油发动的车款之后 人类的移动的历史 也因此有巨大的改变 我们回顾一下 在这个一百多年的汽车历史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车款是非常经典 但是随着时间的演变之后 也许步入了历史 但有一些经典的车款 却非常地幸运 被赋予新的生命 那我们就请汽西带大家来看一看 许多资深上面也非常喜欢的经典车 用复科车的方式再度地重申 有哪一些车款呢 其实说到这种 有历史经典文化的车辆 每一台几乎都是 有钱人家中的珍宝 但是这些车就是当年 你看1960年1950年 做完可能有的才做个位数而已 做完就没了 这世界上再也不会有这样的车出现了 那其实对于一辆 一个汽车品牌的历史文化来说 它是很有价值的资产 所以就这样子结束 其实是相当的可惜 因此我们会发现近年 其实大概从2000年开始 慢慢就有一些 历史比较红源的一些品牌 开始做所谓的经典车复科 那怎么个复科法呢 大概都是我比照以往的生产流程 甚至我把以前已经变成博物馆的 某一台车的工厂 把它重新的动工 开始一让老师傅开始敲敲打打的做 但是我做了 我用很多新的品牌科技 比如说更好的刹车效能 能够比较抗腐蚀 生锈的烤漆的工法等等 来把这样的车重新做出来 当然造价也是添加的天文数字 那我们看到这三台其实是 近年近代历史最有名的三款复刻车 分别是Auster Martin的DB4 GT GT Continuation 还有Jaguar 还有保时捷 我们现在看这个马丁 其实DB4 GT 算是DB4车系的一个赛车版本 那它当年也是为了在利曼上面做抗争 那也拿下了年度的总冠军 所以这一台车呢 对于这个品牌的赛车文化来说 是非常高的 那Continuation的代表它是一个延续 这辆车在2017年的时候复刻 其实原先的生产的数量 大概就只有75台 好少喔 非常的少 那把它复刻出来呢 也只做了大概25台 那每一台都是天价 这个车复刻的难度在哪里 其实它的 不管是六缸的引擎 四速的手排 这些基础的结构配置都还行 但是当年它的车体 跟我们现在了解的汽车结构 比较不太一样 基本上就是缸骨 外面的这一整层车壳 都是铝合金 意思就是呢 你做出来之后 它没有那种所谓的板件 什么冲压技术 所以做出来就是一群老师傅 在那边悄悄打打 有手工打造的 对 很像我们看那种 那个历史频道 就做那些老车的那个手法 瞧瞧打打打把车台弄得刮得漂亮 完整送去考骑 当然就像刚刚讲的 它的考骑的功法可能是先进的 把这样的一个艺术品 重新的诞生之后再拿出来 那基本上排卖都是 可能四五千万台币以上的天价 当然对于这个品牌来说呢 它的跑车文化还有赛道历史 是一个最经典的传承 那Jaguar的部分呢 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 可能是被誉为地表最美跑车的E-Type 但是其实D-Type 算是他们赛车文化的一个起源的开端 因为同样也是来自于利曼大赛 那XKSS这台车非常的特别 它跟D-Type有一些些不同 因为它算是一个道路版的赛车 把工厂赛车量场化做出来 但是呢这个故事非常有趣 可以拍成电影了 当年总共只有做九台的XKSS 数量更稀少比要什么 而且注意哦 这个车快要做出来 快要发表的时候 工厂失火 这九台胎死腹中 就此被历史的洪流淹没 直到近代Jaguar才决定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么经典的车 再拿出来做一下 所以一样跟马丁一样的做法 老师傅 老的技法 然后把新的一些技术 刹车效能等等 同样的做出来 那它跟D-Type相比呢 主要是挡风玻璃的部分 一些基础的结构 还有车门有一些些的不同 有一点点类似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超跑品牌 也是把赛车稍微做一点延伸的改装 或是像是AMG的Project One 这种概念做出来 只是它是六七十年前的一个文物产品 重新地诞生 相当地有意义 那最后我们看到保时捷的993 这个911的993的车型算是 它其实严格说起来 经典中的经典 对 它不到老车 但是非常经典 为什么它是最后一代气冷的保时捷911 而且现在中股市场的交易数字 基本上也是天价 已经快要接近一台全新的992的 保时捷911了 金额非常的高 那这个东西叫做Project Gold 所谓的Gold就是跟之前很有名的 在991世代的时候 有推出911的Turbo S Exclusive 这个客制化流程 我们看到像老师傅 现在做的这些手工的PE啦 车身的烤漆 全部都是用金黄色的颜色 同样的把991的这个精神 套用到一台全新的993上面 而且993的Turbo S 这个最高的版本 当年只有做375台 它这一台是第376台 在去年的时候诞生 所有的工法 比照保时捷客制化的部门 唯一的不同就是 它用了很多像画面上看到的 这种碳纤维的部件 这个是唯一可以做出区别的 你看这两台车就有一个 先后历史传承的概念 而它最大的重点是 它的引擎效性能 用了最好的水平 对过六缸的涡轮增压 已经来到450匹了 搭配六速手排 比现在很多新的跑车 都还要强悍非常的多 这个东西没有两台 前面两台老 可是对于喜爱这种跑车文化 特别是爱保时捷的 车迷朋友来说 它是绝对以后 对于后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定位 刚才这些有聊到 就是Jagra将XKSS 这款经典车款 赋予它全新的生命之后 再度地在全球车迷的眼前亮相了 当然我们之前 其实冠宜跟爱大 有去过英国的Jagra Land Rover 经典车的修复部门 当我们踏进这个 Classic World的时候 我们真的肃然其境 里面的每个师傅 对于他们这每一款车 这种所谓的经典的复古车 都很像宝贝一样的爱惜 是 与其说是这个 里面的师傅在整理这个车辆 它明明就是一个经典车的 review 复原的工厂 对不对 但是怪于我们两个去 我们进去里面 它就像博物馆一样 对 干干净净 然后呢 而且很安静 非常的安静 甚至我们进去参观到 非常多的要求 对不对 第一个你手表不能戴 是如果你有戴皮带 它会发给你一个 皮带的保护套 把你皮带头给包住 免得你靠近这个车辆的时候 会造成车辆的一些损伤 那里面有非常大宗的什么 Jeguar的E-Type 也就是刚刚智希有提到的 被誉为全球最美丽的一个车款 那当然这个E-Type 在这个经典车修护中心里面 有非常多量 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owner 车主送回去到娘家 好好的整台翻修一下 那基本上呢 它要成为这个传家宝 经典收藏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车呢 有没有复刻 有啊 有啊 就在这个英国的皇室啊 亨利王子结婚的时候啊 其实他有把这辆车给开出来 这辆车叫做 Jeguar E-Type Zero 为什么叫Zero呢 Zero是零碳排放的一个意思 怎么样的车子 可以做到零碳排放 表示这台车 其实是一部电动车啦 是一部电动车 而且当时啊 这个亨利王子驾驶这一部 Jeguar E-Type Zero 开去他的这个晚宴会场 大家眼尖很迟 发现了 这台车竟然是什么 左驾版本 有趣的啊 没错 我们知道英国是一个 右驾的车辆啊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他的这个婚姻啊 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 英美联姻的一个状况 哦 有趣的啊 所以我们的亨利王子 开了这个车子呢 在去他晚宴的过程里面呢 就驾驶是这一台电动车 那当时呢 这个电动车也有说啦 要在2020年的夏天 开始来去做销售 而且这不只是单纯的复刻而已 因为这台车复刻 是完完全全比照原版的车子 来去做打造 除了啊 他的灯具啊 换上了比较新世代的LED的 这些光源啦 甚至他的中控台的部分 跟传统的比较不太一样 因为英语电动车的一个设计嘛 那当然 他也希望维持整个车子的一个 这个传统 所以这台车啊 最高的时速只能达到时速160公里 其实并不是 够了啦 并不是说不想让你开快 他为了安全起见 而且他在配重上面 也做了一些些许的修正 他把电动马达放在后轴 然后把整个电池模组 放在前面引擎的部分 能够达到接近于原本 E-Type那样子的一个配重 可以维持什么 整个开起来的一个感受呢 就好像在开原本的E-Type一样 嗯 跟开原本的E-Type是一样的一个 这个驾驶感受 所以这个复刻车就非常有意思 还有一点啦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不仅仅是要贩售 Jaguar E-Type Zero这个复刻车 他同时提供原本拥有E-Type 就是带老的E-Type的车主 升级 把你的动力来源系统 换成了电动马达 但外壳还是维持 外壳还是你原本的那一个外壳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 非常特别的一个上市计划 那当然讲到 他什么时候上市2020年夏天 好像就是现在嘛 是不是 结果不过最近呢 就有消息已经传出来 当然不知道是因为市场的反应度 没有到这么样的一个热烈的程度呢 还是说因为疫情关系 或是种种关系啦 反正呢 Jaguar发出了一封信 告诉你们说 这个Jaguar E-Type Zero 我们这个计划要暂时搁置啦 也就是说原本预计2020年夏天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 买到这个车 拥有这个车 基本上现在呢 是打一个叉叉 还有一点啦 因为我觉得这个计划里面 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说 你老的E-Type可以换上 新的电动马达 对对对 那有多少人愿意把它的 经典的老的E-Type 引擎拿去丢掉 油箱拿去丢掉 然后呢 换上电动马达 可能大家会去想一想 在收藏的角度 以及未来市场增值空间上面 这样做对吗 对啊如果热爱经典车款的车迷 我想可能宁愿放到历史博物馆里面 也许会比较好一点 可是呢其实很少 像这个Jaguar这个汽车品牌一样 在早期呢推出新车的时候 就像十年磨一剑 他们车系呢 在改条换代的时程 就拉得非常的长 像XJS呢 这款车呢就卖了22年 XJS呢 XJS呢 同时 XJS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